这对兄弟非常的厉害 就是他们俩 刘氏兄弟 是不是有点眼熟 在四川广汉 乃至在全国范围内 这个刘氏兄弟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哥哥刘汉 执掌两大上市公司 曾被称为四川首善 捐建的西方小学 在汶川地震震而不倒 名震全国 弟弟刘维 还曾经是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 参加了火炬在广汉的船地 然而在表面上 以乐善好施闻名的 这个刘氏兄弟 还拥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 地下武器库 这个地下武器库 根据媒体的分析 这些个武器足够装备一个特战牌 仅公安机关收缴的 就有军用手榴弹三枚 国产五六式冲锋枪 美制博朗宁手枪等枪支二十支 子弹六百七十七法 钢珠弹两千一百六十三法 管制刀具一百余把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网上发帖 称刘翰是四川黑社会老大 面对网上的质疑 刘翰不仅没有辩驳 反而欣然笑纳 我当时就跟刘翰汇报过 我说能干脆花点钱把这个地铁都拴掉 然后刘翰当时给我讲了 就说是把其他的负面的都拴掉 然后说他是黑社会老大的 这些都不要拴掉 因为他认为嘛 这个对他 就有这种说法嘛 对他做生意有利 就对他是好事